接著我們跟各位介紹一下 我們剛剛的方法是在PC端的 或者你是那個蘋果的都一樣 但是如果你是屬於APP的 那我這樣拿給各位看 你應該會罵我吧 啊你看我會怕手 所以 所以 我就只好這樣啊 這樣不小心我的 都被你看光光了嘛 好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你進這個所謂的Google Play 你進到這邊 各位我們從這邊進來不是有一個Google Play嗎 對不對 開心的 現在這個應用程式嘛對不對 你可以找到很多的 那我這邊已經裝了這個雲端硬碟 你找到之後你把它安裝起來 在你的手機上 我現在這邊是不是就有一個 好我就進來裡面看一下囉 有沒有在裡面了 這樣比較酷一點嘛 都看得很清楚 好 那 你要看一下你的雲端硬碟 你可以直接指進 這樣就可以看到我上面的資料夾 你這樣了解了 那 如果說 因為這種方法是什麼 你有瀏覽過它那個記錄會在 但是如果你想要在離線 使用的話 在下面這裡有沒有一個離線編輯 有沒有 好你就可以點下去 因為我現在沒有設了 好那這種方式就是 你指定了 哪些檔案你可以離線編輯的話 它就是這個檔案會存在你的 手機裡面 那這樣就不用上網 好就不用上網 那其實除了這個以外呢 拍也可以 因為現在大家還蠻常用 就是去很多地方 不管是上課 延期 出去玩 手機都會帶著 而且會到處亂拍嘛 對不對 就拍很多東西 那如果你在拍的時候 其實 比如說 假設你是上課的東西 那你 這個東西可能 適合放在雲端硬碟裡面的話 你不見得要那麼麻煩說 不小心轉方向 好 回來了 好 你如果說這個東西 一般各位 請問你都怎麼處理你 手機照片的東西 大部分它就放在裡面的資料夾 對不對 那你要自己想辦法再歸檔嘛 那其實在這邊可以比較 比較單純一點 你看 我在這邊 好 如果你要增加的話 上面這裡 有沒有一個加號 對 當然搜尋你也可以用 我就按一個加號 好 這裡有沒有一個拍照 那 有些時候是 現在有的 新版本 它不叫拍照 叫掃描 因為很多時候 有些 我們看到一些文件 你是不是要把它拍下來 不是當spy 是當 因為有些時候懶的 沒有掃描器 就直接這樣照 那你就可以歸檔到什麼 你的那個雲端硬碟裡面去 所以假設我在這邊拍照 這個時候就要照各位啦 就不能 哈哈哈哈 開玩笑了 這個 假設我這樣拍起來 那它 這邊拍完了 你按完成 OK 那麼 它就問你要不要傳上去 有沒有 有沒有 要不要傳到雲端硬碟上 所以這樣的話 你的照片就不需要再怎麼樣 再經過 因為 拍照資料夾自己就拿出來 然後再丟到上面去 這樣了解那個概念 所以 其實你的手機上 因為 畢竟它有觸控有攝影機 攝影機有相機的話 你可以做比較多的一個 設定 好 那因為我現在沒有 沒有連到網路啦 所以它會暫時存在我的裡面 等到網路有通的時候 就自動同步 那自然你在 你的雲端硬碟就會看到 這樣有沒有問題 可以 可以接受這種方式對不對 所以我們剛剛在這邊 給各位看了 就是說 你可以像這樣子去 直接使用 那 另外呢 這裡有一個 我記得上次中正 有一個同學在問我 就是 如果它有多個 雲端硬碟的話 怎麼做同步 因為有些人 有的人是有社團 那社團一個 Gmail帳號 那它自己又有一個 可是我們剛剛 透過這個方式的話 請問 是不是一次只能一個帳號 另外一個帳號怎麼辦 所以 如果說萬一你有 兩個以上的帳號 你又希望能夠有同步的效果 同步的效果的話 你可以參考 這裡有一篇文章 好 這裡有一篇文章 你可以參考看看 在這邊 在這裡 有沒有 多個 它的方式是用共享資料夾的 就是 假設我現在有兩個帳號 一個A帳號 一個B帳號 那 平常我可能以A為主 那麼我在B帳號這邊呢 我就把某個資料夾 我就把它共享出來 共用 共用給誰 給他 所以 我在這邊的話 我要丟資料怎麼辦 我就只要丟到 它跟我共享的資料夾 那檔案 扣檔剩一額 不算在你這一個 這樣你了解了吧 好 所以這也是一個方式 我想這個是比較屬於 官方的解決方法 那當然網路上還有其他的 用其他軟體來去整合 比如說你要整合其他什麼 卓巴斯啊 其他的 那個我就不講 因為那個你可能還要另外安裝 軟體比較麻煩 那用這種比較 就是用官方的合可的方法 我們就 只要共享資料夾之後 就可以 直接跟別人共用 那你丟到那個資料夾 檔案的大小 就是算他那邊的 這個是給各位參考一下 那我就把後面還給各位囉